各位市民、各位記者朋友 剛才大家都看到大會剛剛通過了 強積金取消對沖的議案 這個是我們勞工界工聯會爭取了20年的一個目標 強積金的對沖機制是非常不合理 很多打工仔的血汗錢被對沖了 現在累算的對沖是去到接近600億 甚至應該是超過了600億 平均每一個獎者應該差不多是9萬元的一個被沖走的一個金額 所以我們勞工界、工聯會歷任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不懷餘力,力爭將對沖取消 今天終於達到這個目標 成功取消對沖 從而令到打工仔的血汗錢能夠止血 我要在這裏是多謝勞工界、我們各工會 在這件事上面、這個爭取上面所付出的努力 我們是揭而不捨、接著一任去爭取回來的 我亦都要多謝社會各界對勞工的體率 尤其是在議會上面大多數議員 他所代表的界別是支持這個議案的通過 這個是代表整個社會對於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的一個撥亂反正 亦都是代表我們各界更加團結來去關顧關愛勞工 從而令到社會是更加和諧、更加公平、公義的 我們亦都要在這裏是表達對於未來 怎樣去落實取消對沖的一個看法 我們認為有關的安排也都有不足的地方 因為打工仔其實還是在流血的 要去到2025年等待這個積金2平台 這個安排是非常之荒謬的 也都是難於自圓其說的 我們覺得政府應該就著法例的生效 進促是定名一個準確的日期 不應該是等到2025年的 以致到在這段時間打工仔所被對沖的部分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有一些措施來捕捉他們 在這裏我要再強調這個爭取是社會各界對於公平公義的一種認同 而且這個爭取是政府也都表現到他的擔當 注資三百幾億 這個應該是也是工商界得到的一個叫做補足他們 或者令到他們支持的一個方案 我們應該是共同去維護這個成果 不能夠再在這裏分化社會 甚至有些得了好處還要埋乖 我們不應該是有一種叫做抵觸 或者是對於整個取消對沖的法案 有一種對抗的心態 我們應該團結一致 向前去發展 在這裏我們應該是表達一種 對於整個勞工界的關顧打工仔所付出的一種肯定 再次多謝社會各界對於這個議案的支持 各位前面的朋友 剛才回想所講的 在這裏我們都要多謝 因為在這段時間 除了勞工界的努力爭取之外 在這次的投票結果裏面 有72票是支持的 也都反映了這個法例的修改 是得到大多數的立法會員的支持 在裏面 除了小部分的商界反對之外 我也都要多謝 在過程裏面 社會各界 特別有些商界 他們是能夠超越了界別的合責的利益 我們知道他們都面對很多的壓力 他們都是從香港整體的社會的角度 和社會的公平公諭的角度 都是支持了這個議案的通過 這就是體現了新的選舉制度裏面 很多不同背景的立法會員 即使是商界的立法會員的背景裏面 他們都能夠賺在香港整體的利益 是能夠給我們的打工仔 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是真正把我們打工仔 當作他們的寶貴的資產 這裏都要多謝 在之前議案通過的商界 和其他社會人次的 社會代表的立法會員 表示一個感謝 除了支持我們工會一直的爭取 多謝工會支持一直的爭取 和今次支持議案的各界朋友之外 亦都要感謝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推動 和羅子江局長和何啟明副局長 花了很多心思、很多心力 去不斷優化去研究出一個 爭取到大多數議員支持的方案 一直走來 他們的確都不容易 所以特別多謝行政長官和官員 另一件事事後的跟進 正如會長所說 要等到二五年 隨著積金二平台的實施 才正式取消對沖 這個時間表是不理想的 就算退一萬步 我們很不情願地要等到積金二平台 我們都要監察著積金二平台的建設進度 因為我們都聽到積金二平台 有時都會傳出一些不少阻力的因素影響 所以我也會繼續在人力事務委會 就著積金二平台會繼續追回進度 正如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多 在人力事務委會 每個月我都會追 我們的同事和我一起追 取消對沖的進度 務求 當然我們希望愈快愈好 但是務求最遲 不會遲於 2025年落實取消對沖 這個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今天見證了一個法例的通過 令到我們終於可以勞工界這麼多年的爭取 能夠落實取消了強積金的對沖 可以保障到我們基層僱員的退休的生活 我未必一定要好像邵家輝議員 剛才在達文大會所說 要食人一口 但是我都感謝現屆政府的特首和官員 尤其是幾位的局長和副局長和處長 他們在這段時間 向各方面去解釋 這個這麼複雜的 取消對沖的安排 同時我特別要感謝 就是在立法會裏面 今次投票支持 來自各個界別的議員 今次我們看到 一個都叫做頗具爭議 大家各有立場的一個以外法案 但是在審議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未見到會好像以前 可能會經常出現的拉布、點人、諸如此類 我們可以善用議會的時間 很有效地去審議這個條例草案 亦都在今天獲得三讀通過 造福了廣大的打工仔女 這個是體現了一個愛國者治港下 一個有高效、有為的立法會 我們應該有的表現 亦都希望這一種的表現 不單止在立法會 立法會是社會的縮影 我們都希望這一種健康議政 健康討論的風氣 可以一路傳達到我們的社會 有一個好的社會的氣氛 令到僱主僱員有一個良好的關係 大家一起謀發展 為香港出力的 多謝大家 今天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通過了 但仍然還有後續的工作要跟進 包括政府要推出一個執行日 就是政府所說的一個影響日 這個影響日就是決定在這一日之前那些 仍然可以用作對沖 而之後那些是不能夠用作對沖的 所以在未來去到2025年的時候 政府是會回來 是要為了那個影響日 是要再上立法會去通過的 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工聯會 是會密切關注 積金二平台的進度 希望一路的監察 令到積金二平台如實 真是可以在2025年 是可以 平台搭建好之後 也都是處理了所有一些的 受託人將這些資料 無論試驗或者真是將過去新的平台之下 是暢通無阻 才能夠落實到取消強積金對沖 另外今次法例的通過 其實還牽涉到其他的法例 包括涉及到教師的 津貼學校的公積金條例 和補助學校的公積金條例 這兩條條例都涉及到 就是教師未來 他們在僱主的公款部分 都有機會獲得今次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 都可以有機會 能夠領取長期報報金 或者遣散費 這方面我們會再和教育局那邊去商討 怎樣把這些資訊發放到學校 或者霸學團體當中 甚至教師 讓他再清楚了解那個條例 除了這方面之外 其實強積金本身 都還有很多東西要跟進的 包括工聯會一直希望 政府可以為低收入的僱員 可以代工款 另外就是本身強積金 裡面一些基金的投資 管理費的形成 可不可以降低經理人 管理費的籌金 那些東西 我們工聯會也是跟進的 整體整個強積金 其實都是保障 我們香港打工仔的 但是現時 我們的打工仔要自行去選 一些基金做投資 其實是不能夠應對 在市場上面的波動的 所以我們未來會建議 在強積金的制度之下 每每設立 是一些可以成立 是一些投資經理 去參與投資 令到僱員他們的投資回報 會更加好 還有我們希望強積金 都可以是一個保證回報 令到我們的打工仔 所以退休的保障是更加提升的 今天這個時刻 當然在勞工界 工聯會打工仔裡來說很重要 於我個人來說 都很大感觸 一二至一六年 我是功能組別勞工界議員 都主力跟進強積金 當時提議的議案 基本上如果涉及取消對沖 都是不獲通國 是做到一些灰心 覺得究竟能不能夠 游說到社會大眾 包括議會 轉捏點就是 2015年12月 扶貧委員會 明確提出 對沖這個問題 是影響了退休的成效 退休的制度 所以我昨天 特別感謝當時的主席 即今天的特首是林太 是一個這麼重要的論述 影響了整個社會 取消對沖的根本體法 不是打工仔裡權益這麼簡單 而是回應香港人口老法 必須要做好退休保障的大問題 去到2016年的議會 王國健提出 即是上一屆議會 動議辯論案 我於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是意料之外 竟然獲得分組點票通過 令到整個議會形成共識 很關鍵 我在這裡 坦白說 我是有一個批評的 為什麼2016年10月 已經在立法會 形成了一個共識 分組點票要拖到六年之後 才成為一個法例呢 是否政府的施政的效能 可以再檢討再提升 確保我們的打工仔裡 早日 開始我們抽筆 早日止血呢 所以即是希望 既然社會形成共識 這麼艱難的時候 形成共識 真是要做得快些 第二個就是 我個人來說 很榮幸 經過了勞僱會 回來 亦都可以 參與這次法案的審議 但我也想藉此回應 我們在立法會 剛才的辯論裏面 或在這兩日辯論裏面 有些工商界背景的朋友 他提出的一些看法 撥炒都不說了 我就說一樣 就是我尊敬其中一些議員 他說 會不會功能重疊 在完成取消對沖之後 就著長期服務金的問題 是要進行檢討 甚至取消長期服務金 事實上 這個是 我們覺得 不是太熟悉勞工事務的說法 因為長期服務金裏面 其實不只是 到了六十五歲 才可以領取長期服務金 做滿五年 僱主不同的續約 已經可以給 數據上告訴我們 真正領取長期服務金的僱員 十個 只有三個多 是因為退休 大部分是不續約 所以 其實 這個正正看到 大公仔在離職的時候 是需要保障的 而 強職金要繼續給他對沖 我拿這個離職保障 就搞得我退休沒有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我們會繼續跟進 如何有效落實取消對沖 加強對公眾的講解 令到他們自己知自己的權益 我們也是十分之重視經濟發展 確保所有人對香港的經濟是有前景 不會再想那些困惑事情 用短約 駁炒 一起做好份工 一起為香港經濟和未來發展努力 多謝 我們現在要問 我們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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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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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5 As our president has already said that It is unreasonable for the effective day to be delayed Till 2025 In fact, the ordinance has already been pass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swift abolition of the offsetting mechanism We do not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reasonable To link up with the abolition system With the EMPA system We cannot se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And that's why we propose that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in 2025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How to subsidize the employees With the laws From the date the bill is passed Before they tell the date that it takes to effect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lly consider How to subsidize the employees And it has taken many years of law to come to today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How does the FDU feel about it? The FDU is very grateful for the passing of the bill today We have witnessed a long history of the labour sector Fighting for the abolition of this MPF offsetting mechanism Which is very unfair and unreasonable to employees In terms of retirement protection We thank all our seniors who have fighted for this abolition system And we also thank all members in the council Who have voted to support this bill They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sectors and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y may not agree with the bill wholeheartedly But they understand the need of the employees The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 comprehensive retirement scheme For Hong Kong people And so they look at the big wider picture And vote in support of the bill We are very grateful also to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secretary and the undersecretary And all these civil servants Who have made such efforts It is very difficult you know To convince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And to gain support to pass this bill Okay Thank you